第601章商道,白斩凤这几日很郁闷,因为摩尊突然失踪了。 虽说他如今是万枯摩山的尊主,可是有些事情还是需要摩尊处理的。 如今摩尊失踪给他带来不少的麻烦。 就在白斩凤烦恼之际流利匆匆忙地跑进来,尊主摩尊回来了。 哦,他现在到哪里了?白斩凤大喜过望,立刻追问道。 已经在后山山谷了。 什么?外面的那些细作怎么办似的?摩尊回山里了,都不知道。 哈哈,白斩凤。本尊不在的这些日子,可是想我了。 摩尊当然知道白斩凤没有自己,肯定是诸多不便,更觉得欢快。 老摩头,这些日子你跑哪里去了?害得我好找。 白斩凤抱怨道。 被石头拉去当苦力了,摩尊无奈地说道。 石头,你说石头来过万枯摩山,他现在在哪里? 为什么他来万枯摩山了?也不来看我? 相比起摩尊,白斩凤自然更想见白臣。 那是一种对亲人的思念,这是与摩尊无法比较的感情。 他现在可是大盲人,本尊这次回来,就是受了他的嘱托,回来办事的,迟一点还要赶往京城。 京城,你说石头在京城? 白斩凤的眼睛大亮,这小子锁过之处。 可是绝对要翻江倒海,他没在京城闯什么祸吧? 这你倒是说得不错。 他前阵子可是把汉堂的大皇子逼得流落街头。 你是不知道,这小子有多坏? 哈哈,摩尊提及白臣的光辉事迹,便是滔滔不绝。 白斩凤厅的双眼发亮,流利也是一脸的期待。 把皇子逼得流落街头,这绝对是只有那个小子能做出来的事情。 那皇帝老儿可有为难石头。 你在本尊面前这么喊那皇帝没关系。 可别在石头面前喊,他与那老皇帝可是老相识。 而且如今他还得封平辽亡。 他当王爷了,白斩凤和流利都已经瞠目结舌,满脸的惊恶。 这话说来就长了,总之就是大皇子要造反。 结果老皇帝从无量山请来了石头。 结果石头进京中一闹,帮老皇帝摆平了大皇子。 当然了,本尊在他的计划中,也是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白斩凤的脸色有些失落,看了眼摩尊,有些吃味地说道, 他为什么找你,你能帮他多少,难道我就帮不到他? 那你还真说对了,你还真帮不上什么忙, 要知道在京城里,可不只是有大皇子,还有皇天门。 皇天门,白斩凤如今可是已经知道了皇天门,脸色微微地动容。 石头他现在怎么样,没事吧? 你应该问皇天门现在怎么样? 白斩凤稍稍一愣神,很快便苦笑地摇了摇头, 是我多虑了,那皇天门现在如何了? 满门都被石头灭了,一个都没留下来。 白斩凤的脸色微微一变, 他可是已经知道了皇天门的可怕程度。 即便是望枯摩山也不敢招惹的恐怖门派。 就这么的灭门了? 好了,废话少说。 这次你要选出三个望枯摩山最出色的弟子,分别是后天境界。 年龄十五岁以下,先天境界,年龄二十岁以下。 三花巨顶境界,年龄四十岁以下,在十天之内赶到京城。 做什么? 石头拿了皇帝的圣旨,要举办一个天下第一舞蹈大会。 我们这些熟人,自然是要去捧场的。 石头无聊得紧吗?弄这个做什么? 听和石头在一起的老太监说,石头和皇帝打赌,要在一个月的时间里,用一千万两银子赚到一亿两银子。 这,这怎么可能? 魔尊看了眼白斩凤,在他的身上,千万不要说这句话。 白斩凤突然想到,那个小子似乎从没做过没有把握的事情。 真不知道这次他要弄出多大的动静。 相信我,这次绝对会轰动天下的。 魔尊感慨地说道。 天阳派接旨。 太武山天阳派山门外,一个尖锐的声音响起。 很快的,天阳派掌门孙思山带着一众弟子出山门迎接圣旨。 镇文天阳派乃是江湖鼎盛门派。 门下弟子能人辈出。 掌门孙思山又为武林泰斗。 特命孙思山选出其中三位天资出色者进京参加10月15的天下第一武道大会。 统住。 天阳派在天下第一武道大会取得优异成绩,钦辞。 孙思山和一众弟子听傻眼了,皇帝这是要举办武林大会。 不管孙思山是不是武林的泰斗人物,他都不会拒绝这种又名正言顺,又可以扬名立万的机会。 特别是皇帝在圣旨中对他的期许,更是让他觉得不能错过此等圣会。 当然了,他不知道老王跑了十几个门派,给每个门派的圣旨都是如出一辙。 孙掌门,时间紧迫,您就快些准备吧。 这位公公,不如进来小些些许。 不了,咱家还要赶往下一个门派。 在下有些问题,不知道会不会耽搁公公。 你有什么问题就问吧。 不知道圣上这次举办的大会,都有什么门派参加。 这是孙思山最关心的事情,如果都只是一些小门小派,他实在提不起兴致去参加。 万枯摩山,纯阳公,七秀芳,黄金门。 唐门都已经确认参加了,同时也已经派出了最精英弟子,对了。 三个弟子分别要在十五岁,二十岁和四十岁以下,修为分别是后天。 先天和三花聚顶境界,分别参加不同项目的赛事,对了。 顺便说一句,其实在这三项赛事之外,还有一个秘密的赛事。 是天下第一掌门的赛事,前五名的奖品都有上乘武功秘籍。 二十节丹药以及五百万两银子,如果孙掌门钥匙有兴致。 咱家倒是可以帮你走走关系,让你获得一个名额。 孙思山整个人都要跳起来了。 上乘武功秘籍,二十节丹药。 就这两样便足以引得江湖上一阵血雨腥风。 朝廷居然拿着这两样东西来当奖品。 至于那附带的五百万两银子,孙思山已经直接忽略不计。 当然了,孙掌门也要做好思想准备。 毕竟这次参与的各大门派的掌门人数都是非常之多,不乏绝顶高手。 老王已经接连面见了十几个掌门。 这谈话的节奏也掌握得恰到好处。 顿了顿又补充道,当然了。 如果运气好的话,分在一个较弱的组里。 进入前五并非痴人说梦。 咱家若非身体所限都想去参加碰碰运气。 在老王的蛊惑下,孙思山已经被那看似近在咫尺的美梦迷得神魂颠倒,魂不守舍。 在老王离去之后,孙思山迫不及待的召集弟子,是要在半个月之内赶到京城。 李玉成,主会馆建得怎么样了? 这几日白晨已经忙得焦头烂额了,李玉成同样如此,可以说两人连喝一口水的时间都没有。 你再给我弄几个机关人来,我这人手不够。 都已经五天的时间了,才刚建好雏形。 15天的时间,刚好够把主会馆建好。 至于主会馆外的商业街,根本就没时间建设。 你说的简单,我哪里有时间给你在制造机关人? 我在忙着招商,昨天刚货黄金门的人谈好。 他们出资五百万两银子作为赞助商。 所有的参加选手的服装,都要有黄金门的标志。 那就顺便把商业街的两千家商铺一并打包卖给他们得了, 你正好抽空出来做其他的事情。 放屁,商业街才是大头,我跟你说。 这商业街现在开始,就是寸土寸金,一个三三平的铺子。 年租就要十万两,打包卖掉。 你以为这是几两银子,随随便便打包送人的吗? 这么值钱,李玉成同样瞠目结舌地看着白晨,满脸的错愕。 要知道他们所盖的都是全新的材质。 根据初步计算,两千间铺子的总投入不超过三百万两。 可是这收回的成本,却是一亿计算。 这还是其中的一部分。 整个天下第一五道大会会馆还有很多的地方值得挖掘。 每一个地方都藏着一处宝藏。 就看你能不能挖掘得出来了。 白晨看眼还处于呆滞中的李玉成。 记住了,这叫做刺激经济。 适当的投入是可以让消费活跃起来的,而这片荒地在外人的眼中是荒地。 可是那是因为那些人白痴,他们不知道怎么利用这些土地。 只要小小的刺激以下,那么整个商业街都会被大量的客流占领。 而这里也会吸引整个京城的好奇人群。 当他们知道了这里的好处之后,他们就会以来这里买东西为荣,当然了。 对商户的选择也是非常重要的,要让所有来这里的人都觉得。 这条街注定是最高端大气的街,可是在价格上又能够让大部分的百姓接受。 李玉成仿佛自己又回到了当初被白晨训斥的场景。 那时候白晨同样地提出许许多多他闻所未闻的理念与想法,让他惊为天人,而这次他却从他的儿子的身上,听到了同样惊为天人的东西。 石头,第一场的开幕站三万张门票。 已经全部售完,怎么样?我厉害吧? 这时候白晨已经激动地从外冲了进来,一张门票五十两银子。 总共一百五十万两银子。 白晨白了眼白星,白星可什么都没做,只是负责这块事物而已。 这其中大部分还是白晨前妻的准备。 先是给第一场开幕站的两个人做了许多的风评。 在京城中将这两个人的话题炒热。 然后再进行这场巅峰对决。 西摩,摩尊vs南道,李征。 这两位现在还在路途上,还不知道他们已经被白晨算计了。 第602章抢钱,老皇帝与魏如风共乘马车上,两人的脸色都有些奇怪。 查到了吗? 这几日老皇帝的心情有些郁闷,魏如风也是一样。 因为经过计算,白晨的一千万应该早就已经花完了。 可是他们的工程依然没有停滞的迹象,反而在愈演愈烈地进行着。 魏如风的脸色有些难看,查到了石头搞了个什么赞助商。 可以给那些商人的品牌或者商号进行宣传,其中出资最多的就是黄金们。 仅仅他们一个,就收入了五百万两,还有京城里的大商股和巨富也都参与其中。 总计金额超过三千万两,其次就是他们的商铺。 还没建好就已经在兜售租借,其中黄金们一家就已经租用了一百间商铺。 五年的时间,同时还缴纳了一年的租借费用,一千万两。 还有他们开展的赛事,开幕战的门票已经全部售清。 收入超过一百万两,还有第二场和第三场的比赛,也已经开始愈卖。 老皇帝只觉得脑袋有点昏昏沉沉的,这一系列的数字从魏如风的口中念出来,让他只觉得一阵天昏地暗。 这,这钱来的也太容易了吧。 陛下,这些钱虽然看着好赚,可是如果没能达到预期的效果,那么石头就是搬石头砸自己的脚。 老皇帝现在的心情非常的复杂,一方面他想要看到白晨出球后,向他求助的样子。 可是另一方面,他又希望白晨成功。 因为白晨的成功,那就等同于汉唐的成功。 还有多久到郊外,老皇帝不耐烦地拉起门帘问道,赶车的是老王的一个亲信,一个小太监,那小太监连忙回答道,启禀陛下,很快就到了。 不多时,马车驶入了白晨化定的那块荒地,只是此刻这片荒地,早已被白晨弄得面目全非。 平坦的犹如大理石铺垫而成的地面,马车驶在上面,没有丝毫的颠簸。 道路两边是整齐的街铺,而这些铺子与城里的那些铺子完全不同,大门口是四四方方的,没有任何的阻挡物。 不过这样的建筑城牌的连接,看起来的确是非常的整齐美观。 这些铺子的租金一年便要十万两,老皇帝凑在车窗口向外看去。 陛下,前面有些铺子的店面已经修整完善。 您去看看就明白了。 如果这里的客流量能达到预期的效果,确实值得十万两,对于这些铺子的价值,魏如丰倒是不否认。 当老皇帝来到那些修整完毕的铺子前的时候,他才明白这些铺子为什么值钱。 与京城里普通的店铺不同,这里的所有店铺正面都是玻璃窗,就连门都是玻璃。 整个店铺的光线就非常的充足,第一感官就让人觉得非常舒服。 两人下了车后,向前走了几步路,便看到一个喷泉。 两人立刻觉得这喷泉非常的独特,不管是造型还是其源源不绝喷涌而出的水花,都让两人感觉一阵惊奇。 而且这喷泉还有节奏的起伏不定。 两人抬起头向着喷泉的另外一端看去,就发现正对喷泉的对面。 一座以往从未有过的巨大圆形建筑,出现在两人的眼前。 那建筑巨大的让人窒息,即便是号称天下第一殿的金鸾殿,与之相比,也是如此的微不足道。 好壮观的建筑。 走,进去看看。 两人还没进,就看到一个巨大的铁门前立着一个石柱。 天下第一武道大会。 这几个字真是气魄,两人又对着石柱上的字体一阵考究议论。 过了几课中,才不舍得离开石柱前进入会场之内。 通过辖场的通道,当两人看到会场的内部瞬间,整个人都被这恢红的内部场景吓到。 空旷的内部放置招数万个座位,而场地的正中心则是一个高耸的比武擂台。 这个比武擂台足有几丈高,就像是几百个大大小小的铁块堆砌而成。 这比武擂台和我想象中的很不一样。 这四周摆放的那四块巨大的金石板是做什么的? 不知道,上次石头带微臣参观的时候,说什么死角镜头播放用的,微臣听的也不是很明白。 那小子现在在哪里? 此刻老皇帝的心里有一百个疑问,需要白晨解答。 会场对面的那条街已经开放,他应该在那边忙活。 那边人流如何? 人是不少,不过大多数人都是图新鲜,跑着看看的。 走,去那条街看看。 两人又去了对面街,可是当两人到达街角的时候,立刻被人山人海的场面吓了一跳。 这叫不少,简直就是人挤人,每一个店铺都挤满了人。 其中还有不少的江湖中人,不过街上并未有什么寻衅滋事的事情发生。 所有人的表情也都与老皇帝和魏如风一样。 全都是充满了新奇。 而此刻的白晨正在一个还未开放的店铺中,身边跟着不少京城里的大商户。 小王爷,小人卖的是金银首饰,不知道这店面应该怎么布置,怎么装修。 你买了多大的店面? 小人买的是三家联铺,已经合并在一起了。 小人看您自己的几家店面,布置的都是非常的出色。 所以小人听说您这有免费的咨询服务,就跑着来向您借点经验。 嗯,三个铺子做金银首饰正适合,店铺的采光必须要好。 我推荐你去我的灯具店里挑选一个主灯具,还有附属的几个小灯具。 店铺的场地内摆放三到四个柜台,店中不管是掌柜还是店员都选择女子。 特别掌柜的,最好选一位年龄稍大一些,端庄典雅的女子。 正中间放一个挡风,推荐我另外一家店的金丝楠木挡风。 透明琉璃柜台,门口放一盆金银树,记住了,做金银首饰买卖。 最忌讳的就是对宾客挑三拣四,哪怕是一个乞丐进来,你也得把他当爷供着。 任何一个宾客都是潜在客户,哪怕他现在买不起,不代表他将来买不起。 小人记下了,那商人连连点头。 他这边刚问完话,人群立刻又闹腾起来,一个个都抢着提问。 小王爷,您看。 谢虎,你刚才已经问过问题了,现在抢什么?没看到这里这么多人吗? 刚才我那是酒楼,现在是要问客栈。 谢虎白了眼众人。 作为白晨的大客户,这位谢大观人,自然是白晨重点照顾的对象。 客栈吗?白晨皱了皱眉头。 谢大观人,你买的13个铺子,没有一个适合做客栈。 啊,怎么会,我看那几个铺子的风水和人气都很旺,怎么会不适合。 你想入于留俗便当我没说过。 不过,你若是想做大做好,就听我一句。 看到那边那座大楼了没? 白晨指着街的尽头延伸出去好远。 一座孤独挺立的大楼,倒,那才是你最好的选择。 不过,那东大楼可不便宜。 那是在街市外,没什么人会去那吧。 庸人的看法。 实话告诉你吧,那是绝佳的客栈地理位置。 这世上再找不出第二家。 那东大楼将来会成为京城最大、最豪华。 也是最具有身份象征的客栈,不过我更喜欢将它称之为宾馆。 简单地说明吧。 你是希望以后有人问你客栈位置的时候,是说,哦。 在某某店旁边,还是说别人找不到自己要去的地方之时。 说在某某客栈旁边。 不只是泄湖眼前一亮,在场所有人的眼睛都亮堂起来。 在场这些人,都是酒精沙场的人精,哪里听不出其中的商机。 不在街市中有什么紧要的,关键是显眼,醒目, 以后别人指着那东大楼,都会说,那就是某某客栈。 泄湖呆呆地点点头,似乎是在幻想着美好的憧憬。 何况街市距离大楼很远吗?不足三里路。 富人要去,自然是乘着车马过去。 家境普通的人走上三里路。 去住一住这世上最好的客栈,也不为难他们。 再说说大楼本身。 大楼正对五道会场,后又有青山环绕。 环境简直堪比仙境。 每一个客人都能从自己的房间窗口, 看到独属于自己的天下。 试问,住过这样的客栈? 谁还愿意住那些普普通通的客栈? 白晨顿了顿,又道,当然了。 那栋大楼的价钱可不便宜。 但是这租金每年便要千万两。 再加上一些管理与维护的费用,至少需要支出一千二百万两。 我。 还不等谢虎回答, 人群中突然响起一个声音, 那栋大楼我买了多少钱? 白晨顺着人群看去, 发现居然是黄依依, 不由得愣了愣, 买和租可不一样。 八千万两银子, 如果需要完全布置与装修, 再加两千万两。 其实那栋大楼的成本价不足五百万两, 可是谁让白晨是独一无二的呢? 所以这价钱自然是随便打开。 一亿两银子吗? 不贵, 能建一个全天下最好的客栈, 这价钱确实是物超所值, 黄依依点头道。 黄当家的, 你这么做太不厚道了吧, 凡事总该讲个先来后道吧。 谢虎也是个家大业大的主, 一亿两银子虽然不少, 可是他还是拿得出来的。 特别是在白晨许下了美轮美奂的未来后, 他更是有一种被割了心头肉的痛楚。 谢大观人, 这商场哪里来的仁义道德? 你也不是善男信女, 我也不是省油灯, 所以那些废话还是免了吧。 黄依依的眼中充满了自信的神采, 何况? 小女子适用现银支付, 不知道谢大观人可有一亿两现银。 这年头有奶就是娘, 原本白晨还计算着, 如果谢虎要买的话, 首付是多少? 如今黄依依开口了直接来个一亿两现银, 她的眼睛都直了。 谢当家的, 真不好意思, 既然黄姑娘如此有诚意, 小王只能卖给她了。 谢虎的脸颊一阵红白, 可是面对眼前这小子, 又不敢开罪, 毕竟她的不少产业, 已经挪到了这边, 而且这位小王爷。 可是连六皇子都敢打的人, 开罪了她, 自己十个脑袋也不够砍。 再者说, 黄依依的资本确实是比她雄厚, 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 除了痛惜扼腕之外, 只能另寻其他猎物。 而一直在外面站着的老皇帝和魏如风的眼睛都直了, 一亿两银子, 这比捡钱还容易, 这根本就是在抢钱。 可是看着这些被抢的人, 一个个都还喜笑颜开, 前赴后继。 第603章真到假石假一真。 老皇帝和魏如风可是一直监视着白臣的财政状况的, 他们非常的清楚, 那栋大楼一共花费了白臣多少钱。 总数加起来不足600万两, 可是这么一转手, 居然直接翻了将近20倍的价钱。 这个价钱让老皇帝有一种昏厥的感觉。 魏如风只给了白臣1000万两银子 作为起始资金。 可是白臣却用这1000万两银子钱生钱。 这煮菜还没上桌, 已经提前完成了他兑现过的承诺。 甚至让老皇帝和魏如风产生了一种错觉, 这钱简直是太好赚了, 简直就跟抢钱一样。 白臣看了眼黄一一, 一一姐姐真是慧眼石珠。 实话告诉您, 如果不是小弟手头缺钱, 实在是不愿意这么早将那栋大楼卖掉。 要知道那栋大楼只要再过三个月的时间, 价钱至少还要再翻一倍。 黄一一笑若昙花, 她可是已经在商场上多次接触白臣, 深知这小子的话四真四假。 石头, 你若是真的缺钱, 大可与姐姐开口, 两三亿的现钱, 姐姐还是拿得出来的。 不用不用, 有姐姐那一亿两就足以, 白臣立刻拒绝了黄一一的施舍。 黄一一布置一次的要求参与这其中。 作为一个商人, 特别是还在初期尝到了甜头。 她已经看到了这整个会馆周边的价值所在。 寸土寸金已经不足以形容这片土地的价值, 这里简直就是以黄金堆砌而成的。 店铺外的老皇帝和魏如丰瞪大眼睛, 这两三亿两银子, 这小子居然一点都不心动, 这小子的胃口未免太大了吧。 石头, 姐姐是真心实意地想要帮你, 更不会邪恩图报。 不会才怪, 这小丫头分明就是看上了另外一个大厦。 而那个大厦的价值一点都不在大楼之下。 白臣是打算将那个造型独特的大厦, 作为大型商场使用的。 想要将会馆中心的人气保持住, 那就需要有一个或者几个标志性的东西。 酒店还只是其中一个, 商场那就是必不可少的。 不管是哪个时代, 商场都是一个商业街的赚钱机器, 特别是这个时代。 姐姐就不要为难小弟了, 小弟可是打算留着几个店面, 打算赚点零花钱。 零花钱。 不管是黄依依还是身边的这些商家巨富, 全都不约而同地翻起白眼。 这小子的确是只留下了几个铺子。 可是每个铺子都在他的精工装潢后, 给人一种别开生面的感觉。 几乎来过商业街的人, 都会去他的那几个铺子转一圈。 这小子倒是没独吞好处, 而是拿出来与大家分享。 当然了, 作为他的主顾, 他可以免费地教学与指导一次。 如果是其他的商人, 则还需要缴纳一笔不菲的费用, 才能听课。 可是即便如此, 他开设的课程依然让那些商人趋之若鹜。 如果以前有人问魏如丰, 一千万两够做什么? 那么魏如丰会回答, 还不够汉唐军一个月的均度消耗。 可是现在, 他才明白, 一千万两可以变成十倍, 二十倍的银子, 甚至更多。 当然了, 白晨的计划显然还没完全完成, 魏如丰感觉这小子应该还有大动作。 半个月的时间后, 武道会馆迎来了第一波高潮。 魏如丰和老皇帝再次来到商业街, 他们顿时被眼前人山人海的景象吓了一跳。 特别是还有一些人的穿着非常具有针对性。 其中一群人的衣着是一袭黑色浸装, 而他们的衣服上还绣着摩尊天下无敌的字样。 看起来就像是摩尊的支持者。 口号更是响亮, 高喊着天下无敌的口号。 当然了, 作为今天的两个主角, 此刻的摩尊和李征, 正拿着白晨交到他们手中的剧本交流着。 作为开幕第一站, 白晨可是煞费苦心地安排了一出爵士大战。 西摩摩尊与南道李征的矿石大战, 即将在武道会馆内拉开序幕。 为此他还组织了双方的支持者, 也就是所谓的粉丝。 同时还提前几天的时间, 为两人造势与预热。 不过真到了擂台上, 两人又要配合着白晨的剧本, 进行一场夹打。 魏如丰和老皇帝进入到会场, 顿时被那响彻天际的呐喊声吓了一跳。 双方派系的支持者都在高举着旗帜, 为自己的支持者呐喊助威。 就在这时候, 擂台的正中心升起一个人, 那人站在擂台的正中心。 咦,那不是老三吗? 老皇帝惊奇地看着擂台中心的那人, 正是李玉成。 宿静,宿静。 李玉成的声音和影像, 立刻浮现在四面巨型琉璃板上。 现场立刻安静下来。 李玉成继续道, 今天是个值得纪念的日子。 今天将会掀开武林的新一页篇章, 曾经的恩怨。 将在今日得以解决。 这就是天下第一武道会开幕战。 西摩摩尊与南道李征的恩怨。 现场再次沸腾起来, 李玉成很好地把握现场的气氛, 在第一个欢呼结束后, 这才再次开口。 他, 是摩道至尊。 可是他却有一个灰色的过去, 那年他出入江湖。 他想要败入名门正派, 可是他的资质平庸。 所有的门派都拒绝了他, 特别是在纯阳宫外。 他见到了他一生的宿敌, 那个天之骄子。 汉唐的王爷与他同龄的李征那次的见面。 双方都只是惊鸿一瞥, 却因为这一瞥, 让他们的恩怨拉开了一段 简不断理还乱的恩怨。 他们的第一次交锋是在 180年前的一次纯阳宫 与万枯摩山的比武中。 那也是摩尊第一次显露出武学的天赋。 而李征已经是成名已久的年轻才俊。 而摩尊只是望枯摩山的一个无名小卒。 却在那次阴差阳错的对决中一举成名, 双方战成了平手。 这些故事当然都是白晨捏造的, 不过白晨是要将摩尊和李征 打造成一个天生的对手。 摩尊则是作为悲情人物被白晨刻画, 李征则是从始至终都保持着天之骄子的姿态。 后来的两人都已经小有名气后, 两人在一次的碰面中都爱上了一个冰清玉洁的女孩, 她叫小雪。 擂台下叙事待发的李征和摩尊, 听着属于他们的故事, 已经不住地翻着白眼。 这其中还穿插着莫须有的爱情故事, 当所有观众都被感染的那一刻, 李征诚终于指向了擂台的一端。 展晴问道, 他可以舍弃一切, 却舍弃不了他, 只是他最终成全了他们。 因为他知道, 他们才是最适合在一起的。 有请难道李征登台? 花飞花, 雾飞雾, 雾里看花终成空, 千山木雪万里云, 相思不过一场梦。 在一阵仙气缭绕中, 李征以一个悲情英雄登场了。 现场再次响起了一阵尖叫, 李征犹如一位飘临尘世的仙人, 这时候的特写镜头转到他的脸上, 悲气与淡然交织在他的脸上。 恩怨已成空, 宿命伴一生。 问尽苍天男, 痴情终成魔, 他是伤心人。 他有着世人所不知道的一面, 他放下的他。 他也没有得到他, 他就是西魔魔尊。 一阵飘花落尽, 一袭黑衣若影若现。 灵角分明的脸颊上, 却带着几分与李征相似的伤感。 眼中却是灵力的绝情绝意。 到头来, 你我还是站在了对面。 我一生的对手, 魔尊的语气带着几分凛然。 似是把所有的恩怨, 都浓缩在这简单的一句话中。 老皇帝和魏如风已经看傻眼了, 他们是现场唯一的两个明白人, 当然知道这所谓的故事, 只是白尘杜撰出来的。 可是现场的气氛确实因为这个故事而沸腾起来, 两人也不得不佩服白尘天马行空的想象力。 他很准确地把握住群众的需求, 这世上还有什么比情爱更刻骨铭心, 还有什么比羁绊一生的宿命更让人愉悦。 李玉成已经出现在擂台的另外一端, 他抹了把额头的细汗, 其实作为主持人, 他还是非常有压力的。 而且这次还简单解说的工作, 魔尊与李征对峙半想后, 李征率先动手了。 只见李征突然跃身而起, 悬浮半空之上, 手中清光毕露。 出现了, 这是纯阳公的惊天见识第二事, 展晴问道, 魔尊又该如何应对? 可是李征这惊天一见, 魔尊却是不躲不闪, 清光直透魔尊的胸口。 这时候特写镜头又切换到了魔尊的脸上, 只见他嘴角带着血丝, 脸色苍白, 这一件是我还你的。 你将他托付给我, 我却没能保护好他。 血性, 这才是男儿的血性, 李征成歇斯底里的嘶喊着, 就像是被魔尊的举动感染。 其实心中却是在暗自惊奇, 这两个老儿的演技也太好了吧。 擂台上的两人在随后的比武中, 各显神通, 绚烂的真气纵横交错, 更是给足了观众视觉上的冲击, 同时也符合在场每个人对爵士高手的认知。 在他们看来, 爵士高手就应该这么比武, 各种绚烂的技能在李律成的解说下, 也成了各种爵士神功。 整个比武的剧情跌宕起伏, 高潮迭起, 有以死相拼的厮杀, 也有纠葛不休的恩怨。 两人都被营造成重情重义的绝代人物。 魔尊不再是那个冷酷无情的魔头, 在白尘的刻意营造中, 他成了有些有肉的男儿。 而李征也不再是那个高高在上的世外高人。 而是一个能够牺牲与奉献, 看着自己的宿敌与自己所爱之人幸福的男人。 两人都没想到, 就因为剧本的需求, 他们已经多了一批年轻的女粉丝。 而且两人的战斗也是绚烂至极。 在两人从擂台上翻入擂台的其中一端的时候, 会场内的四个琉璃板一定会切换到他们的尽头, 让观众没有一刻钟的停滞。 最后以李征的失败告终。 而魔尊却又念出了最后一句台词, 我不需要你让。 当年如此, 现在也是如此。 将来更是如此, 而后潇洒地转身离去。 李征并未因为输了对决而让他的人气有所下滑。 只是孤零零地站在擂台的中心。 也念出了最后一句台词, 自古多情空于恨。 此恨绵绵无绝期。 第604章蓝图, 两人下了擂台后, 同时来到白晨的面前。 在白晨的面前, 这两个老家伙就没那么缠绵了。 魔尊怒指着李征, 老东西, 你第一件下手太狠了。 李征则是黑黑地笑着, 情不自禁, 情不自禁。 好了, 第一出戏两位都表现得相当完美。 万枯摩山和纯阳公的名气, 势必因为两位的卖力演出而声名大振。 至于随后的收益, 我们可是已经说好了, 五五分成。 白晨丢给两人一本书, 这是因你们的故事杜撰的书, 你们看看能不能上市。 书名便是《盗魔》, 在白晨的计划中, 这本书借着这场擂台上的对决的火热开始销售, 势必能席卷整个天下。 这本书便是以摩尊与李征双主角的设定, 讲述两人纠葛一生的故事, 补充擂台上不能说完的故事。 区区一点收益, 本尊还不看在眼里, 摩尊倒是大方, 你要就全部拿去好了。 这可是你说的, 要知道。 根据我的初步计算, 你们两个人所带动的包括出书和周边一系列的产品。 收益至少在五亿两银子以上, 当然了。 银子还是其次, 你们在其他方面, 还会有更多的收益。 而这些收益虽然不是以真金白银的形式, 却是完全不低于周边产品的收益。 摩尊瞪大眼睛, 这么多。 嘿嘿, 既然老魔头不要, 他的那份就给我好了。 滚, 本尊什么时候说不要了, 摩尊连忙抢先说道。 他原本以为就几百万两的收益, 也没当回事, 可是在白尘设计中, 两人现在就是两个巨大的宝藏。 而此刻的京城, 讨论最多的也就是摩尊和李征的故事。 沈泰和蒋三便是其中两个。 沈泰将悲中酒一饮而尽, 激动地说道, 摩尊真乃大丈夫。 真性情, 做一个江湖中人, 就要有这种胸襟与气魄。 李征才是大丈夫, 世人只看到他绝情问道。 却不知道他为此承受了多少, 他又背负了多少。 他是纯阳公的希望, 他也是汉唐皇室的一员。 他的身份注定了他不能如同摩尊那样随性而为。 摩尊难道就比李征付出的少吗? 他本是默默无名的无名小卒, 却为了小雪能多看他一眼而努力。 默默地守护在小雪的身边。 如沈泰和蒋三这样的争论不休的事情, 在京城的每个角落上演着。 魏如丰和老皇帝这几日, 一直都在关注白晨的动向。 两人原本以为, 白晨所做的这些设定, 只是为了比武会场的气氛。 可是很快的, 他们就发现自己的想法错了。 先是关于李征和摩尊的故事的书, 出现在各大书店中, 然后就是这两人的周边产品, 两人的画像, 两人的穿着同款。 初步统计, 这两人在这短短两天的时间内, 就已经收入了至少千万两。 这小子到底还有多少后招? 我怎么感觉这小子就像是完全没有极限, 不管是什么东西。 他都能想出赚钱的点子, 而且赚的还是盆满钵满。 这天下的银子, 怕是都要被他赚进了。 皇帝爷爷, 你想太多了。 这天下的银子是不可能被赚进的。 白晨已经笑嘻嘻地走来, 这是我这段时间的收支。 您老过目以下吧。 老皇帝拿着账单, 看着上面密密麻麻的, 同时数额还全都是天文数字的银子, 看得一阵惊骇。 从这上面的收支情况, 以及最后的结算, 白晨一共赚了超过三亿两银子。 而这还是初期, 魏如风的表情有些难看。 因为在白晨的赚钱能力面前, 他实在是无地自容。 这不到二十天的时间, 白晨已经赚取了超过三十倍的银子。 要知道这可不是一两银子一个月变成三十两, 而是一千万两变成三亿两银子。 皇帝爷爷, 魏大人, 现在你们明白了, 钱怎么赚了吧? 就如你那样。 错, 五道会馆的成功只是一个个例, 而且很难被复制。 我想告诉你们的是, 这世上有太多太多的商机, 等待着你们挖掘, 如果你们能够找到, 那么汉堂飞跃的时候也就不远了。 五道会馆一年的收入在五一两银子左右。 五一两银子, 老皇帝和魏如风咽了口口水。 去年汉堂的税收也不过十一两, 白臣随随便便弄了一个东西, 就让汉堂的收益提升了一半。 这简直就是太不可思议了。 陛下, 微臣觉得自己实在没资格当这个宰相, 还是请小王爷来当吧。 魏如风哭丧着脸。 宰相要做什么? 宰相就相当于现代的总理, 就是负责着如何让国库里的银子多起来, 如何分配这些银子。 可是在白臣的面前, 他突然发现自己这个宰相做得实在是不合格。 我才不当那宰相, 其实未想多去想一想生财之道。 这世上有太多的办法赚钱了。 就看你能不能找得到, 国家打仗就是打钱。 谁的钱多谁就赢, 未想只要想出一个点子, 那么就有十万人能有养家糊口的行当。 只要想出一百个点子, 那么就有一千万人生计不愁。 而这一千万人能够创造多少财富? 他们又能给其他人创造多少岗位? 老陈受教了, 魏如风苦笑地说道, 其实在小子看来, 如今的汉堂还是太穷了。 按照小子的推算, 如果以明天作为一个新的开始, 税赋收入至少应该在一百亿两银子。 而在五年之后, 这个收入要翻十倍。 这, 这怎么可能? 魏如风惊呼起来。 当然了, 就目前来说的汉堂是不可能, 除非两位能下定决心。 下定决心? 怎么下定决心? 如果真能为汉堂好, 我们自然愿意。 老皇帝说道, 一次性拿出五十亿两银子, 两位可有这魄力。 这, 两人立刻又被白晨的话吓了一跳。 虽然白晨已经用自己的能力证明了他所说的话真实性, 可是国库也拿不出这么多银子。 哪怕是拿得出来, 他们也不敢拿出来, 这可是目前的汉堂五年的税收。 石头, 你只是花了一千万两银子, 就能在短短的一个月不到的时间翻了几十倍, 要这五十亿两做什么? 这五十亿两银子, 是可以翻出一百倍, 一千倍的收益的。 为什么如今汉堂黄金门的收入能比整个国家的收入还高? 因为他们的掌门是个明白人, 可是汉堂又有几个黄金门? 如果汉堂能多十个, 一百个, 甚至是一千个黄金门, 那么汉堂本身的实力也会水涨船高。 魏如丰和老皇帝对视一眼, 全都看出对方眼中的不敢置信。 一直以来, 他们都觉得黄金门太庞大了, 应该去压制一下, 所以在各种政策上对黄金门都是非常的严苛。 可是白臣却反其道而行之, 不但不去压制, 反而说应该培养更多的黄金门。 黄帝爷爷, 这世上从来不用担心一个集团太过庞大。 因为他们庞大的根基就是所处的政权足够强大, 您想想看。 黄金门养活了多少人, 一百万, 还是两百万? 如果有一百个黄金门这种庞然大物, 那么全汉堂的百姓都不用担心无以为继了。 同时这些巨大的商股财团, 也会为了谋求各种人才, 提高受职者的待遇。 也就变相地提高百姓的生活条件, 百姓的生活条件提高了。 那么相对的也就有了更多的购买力, 如此反复循环。 那么汉堂何仇不能强盛? 千年王朝算什么? 要做就要做到让汉堂望谷长存。 老皇帝已经听得目瞪口呆了, 白臣所勾勒出的宏伟蓝图, 即便是他都有一种望尘莫及的感觉。 千年王朝算什么? 汉堂能延续千年, 老皇帝都觉得欣慰。 可是白臣却以更大的野心, 让老皇帝的心神都为之颤抖。 那你说说,到底要怎么做? 用这五十亿两银子贯穿整个汉堂的东南西北, 如果是正常情况下, 汉堂从南到北需要多少时间? 如果从边塞天山到京城, 需要三个月有余的时间。 这就是了, 如果是我的话, 我可以带着千万物资, 用三天的时间完成这个旅程。 你是可以, 因为你有护国神鸟, 可是, 既然我能造出护国神鸟, 难道我就造不出其他东西? 皇帝爷爷, 您想想看, 如果天山的特产, 用三天的时间到达京城, 北海的海产在最新鲜的时候, 进入南疆苗仁的都城, 那么能产生多大的经济效益? 你真, 真有这个把握? 钱够了, 我就能让汉堂腾飞, 汉堂的国力翻一倍, 辽亡不足为虑, 汉堂的国力翻十倍, 那么将是万朝臣服。 可是说到底, 也还是钱, 国库是真的拿不出五十亿两银子。 魏如丰哭丧着脸说道, 又不是要一下子拿出五十亿两, 而是分阶段地提供第一期至少要五亿两银子。 五亿两银子, 老皇帝与魏如丰都心动了。 如果按照白晨所设想的那样, 未尝没有可行的价值, 特别是白晨已经提前给他们准备好了五亿两银子。 可以说这钱原本就是天上掉下来的, 如今拿着这笔钱去做个更大的投资, 也没什么不可以的。 第605章全明星舞蹈大会开启。 这件事交给你, 你能保证完成吗? 老皇帝严肃地看着白晨。 要知道, 这可不是小孩子过家家, 不管是五亿两还是五十亿两, 也都不是小数目。 这世上可不是谁都有资格让老皇帝以这种语气询问。 可见老皇帝对白晨的信任, 以及他对白晨所勾勒出的宏伟蓝图的渴望。 如果白晨真的做到了, 那么老皇帝将会成为真正的千古遗帝。 给汉堂开创了一个崭新的时代, 这可是堪比建国大业的丰功伟绩。 老皇帝早已沉寂的血液, 再一次被白晨点燃, 完全沸腾了起来。 我可以保证这个任务, 不过皇帝爷爷也要给我一些便利。 只要是你开口, 要人要钱, 随便说, 老皇帝虽然说得很是大方, 可是真的要他多出一点钱, 他也要犹豫不决。 放开禁武令, 让江湖人士更加自由。 这是为何? 魏如风不解地问道。 武林就如一柄双刃剑, 用得好可以伤敌, 用不好就是伤己, 即便朝廷再如何排斥武林, 武林依然遵循着自己的步伐前进。 而且也让不少的江湖中人, 对于朝廷有抵触, 甚至是敌意。 俗话说赌不如书, 既然压制不了武林。 那就加以利用, 这次的天下第一武道大会, 就是个很好的机会, 创造几个英雄人物, 或者真实或者杜撰。 反正就是要让人们明白, 武林中人并非人人都是好勇斗狠, 把他们的一些典故与故事无限放大, 比如说某个江湖中人。 杀了几个辽兵, 那么我们就能在这个基础上补上一些前因后果的故事, 原本只是因为意外的杀戮, 我们却能赋予更多的意义。 让人们觉得, 是因为他的忠君爱国, 是因为他的侠肝义胆, 加大对辽贼的仇恨, 这是一种潜移默化的过程。 当人们知道了这个故事后, 会不自觉地把自己幻想成那个江湖中人, 他们会本能地被这个故事所感动。 从而消除对朝廷的成见, 皇帝爷爷还可以送出一两份圣旨, 表彰那个江湖中人的英雄事迹, 反正这圣旨也不要钱。 老皇帝和魏如丰已经听得哑口无言, 一直以来, 他们都在头痛武林中人对朝廷的抵触。 可是通过白晨三言两语的剖析与布置, 便能轻易地改变武林中人对朝廷的印象。 用不了多久, 武林中人就会以抗击辽贼为己任。 他们会潜意识地认定这是对的事情。 这就是归属感, 只要朝廷给他们这种归属感, 那么就不用担心他们导固什么奇奇怪怪的事情。 不过如何将这种表彰弄得人尽皆知? 简单, 我前几天弄了一个东西。 名字就叫做报纸, 就是以文字的形式记录每个时间段的实时事件。 我把它叫做汉唐日报。 虽然赚的钱不多, 每个月也就几百万地收成。 可是重要的是, 报纸这种东西可以让朝廷掌握话语权。 几百万两是小钱。 也对, 在这个孩子的面前, 几百万两的买卖确实算不上什么大买卖。 在听完白晨犹如天马行空一般的规划后, 不管是老皇帝还是魏如风, 此刻已经震撼得无以复加。 幸好这样的一个孩子, 对汉唐没有任何的敌意。 如果他或者他的父亲为疗亡所用, 老皇帝都已经不敢想象, 如果这种事情发生的话, 汉唐将面临什么样的灾难? 皇帝爷爷, 你看这就是第一版的样品。 老皇帝和魏如风接过报纸样品, 打开一看, 第一页便是摩尊与李征的堪称经典的对决, 大篇幅地描写两人的故事。 这一份报纸要多少钱? 不要钱, 这些报纸是投放给每个驿站和客栈, 让他们再进行分发。 这不是亏本了吗? 如何说每个月赚几百万两? 看到那个角落的文章了吗? 这个虽然也是一个小篇幅的新闻事件, 不过其中牵扯到一个商家。 这就是软广告, 当别人读到这则新闻的时候, 肯定能记住这个商家, 这是因为这个商家给了钱。 上一次这样的小版面大概需要五万两, 如果需要更大的版面, 多一厘就多一万两, 超过十五厘, 价钱翻倍。 老皇帝和魏如风早就已经明白白晨的赚钱功利, 可是当他们听到报纸的赚钱门道后, 彻底的无话可说了。 魏如风苦笑连连, 论赚钱能力, 微臣自愧不如, 自愧不如啊! 这已经不是体现在能力的差距上, 而是境界。 首先是京城的刊物, 要覆盖京城, 京基口以及方圆百里内的所有城镇, 让普通民众熟悉与认知报纸, 这时候报纸的威力将会彻底地显现出来。 控制舆论, 制造舆论又或者是布置局势, 报纸将会显现出无与伦比的威力。 可是这种东西很容易被模仿吧? 如果疗亡的奸细, 在京城中也弄出一个报纸来怎么办? 首先要做的就是让汉唐日报成为公认的权威。 然后再弄出一份与汉唐日报背道而驰的刊物, 不论是证件还是关注点。 都要相互唱反调, 简单地说, 就是自己给自己弄出一个敌人。 就像李征李老前辈和老魔头两个, 让世人都以为他们是天生的宿敌。 天生的对头, 可是实际上两人并没有真正的深仇大恨。 另外一个刊物的名字我都想好了, 就叫京城日报, 两个刊物要势均力敌。 不能一家独大, 人的心态就是喜欢争斗, 闻人相亲。 五人相斥, 如果只是一家独大, 就会让人产生审美疲劳。 老皇帝和魏如风张着嘴, 他们突然发现自己能想到的。 这小子也早已想到了。 而且是如此的不可思议的方法, 却又让人无法反驳。 要鼓励民间创立刊物, 丰富百姓的日常生活。 这样也能间接地提高百姓的文化水平, 当然了, 所有的刊物都要有审查。 一旦有损害汉塘利益的刊物或者文章, 绝对不能刊登, 再弄个民间的新闻署。 看起来要与朝廷没半点关系, 再弄个什么奖项之类的, 每年来个颁奖。 调动民众的积极性, 适当地放出一些官员或者皇室的消息。 好的也可以, 坏的也可以, 这样更能接地气, 让百姓觉得皇帝也有喜怒哀乐。 适当地夸大新闻内容, 百姓喜欢听这些宫廷秘围, 又或者某个贪官污吏落马, 也刊登出来, 让百姓觉得朝廷的反贪成效。 白晨滔滔不绝地讲着各种细节, 老皇帝和魏如风已经从最初的木凳口呆, 到后来的满头大汉。 即便许多细节白晨只是简单地讲解几句, 可是两人已经可以想象得到, 这报纸现实后将会造成何等的轰动。 对了, 这个报纸上面的这7898天是什么? 这是辽王从谋反占领北方三州到现在的时间。 白晨咧嘴笑起来, 这不只是在督促朝廷, 也是在督促百姓, 让他们有一种压迫感, 也让他们产生一种同仇敌忾的感觉。 只要汉唐上下万众一心, 区区辽王根本就不足挂齿。 这时候的老皇帝和魏如风心中都在想, 如果汉唐能多几个眼前这小子这般的奇才, 区区的辽王确实不算什么。 皇帝爷爷, 还有一件事需要向您说明。 你说? 我打算每个季度都在武道会馆弄个全明星战。 各省各州都选出一支队伍, 进行相互的切磋比武, 要把这股武风发扬光大。 让各州各省为自己所拥有的高手而自豪。 民强则国强, 这是亘古不变的道理。 再通过各种赛事, 让民众领略到武功的风采。 当然了, 更主要的一点是, 这其中的经济利益是无法形容的巨大。 老皇帝已经苦笑连连, 任何事情, 这小子都能从中榨出油水。 以前朝廷要做什么事情, 第一想到的, 肯定就是又要花钱了。 可是这小子做什么事情, 老皇帝第一个反应就是, 这次又能有多大的收益。 能够被这小子称之为无法形容的巨大。 那就说明, 这其中的利益不容小觑。 不是自己不容小觑, 是对整个汉唐王朝来说, 都是不容小觑的。 让各州各省组建这种武林高手的组织, 花费巨大, 这又是如何赚钱? 魏如风不解地问道。 他自己家中也豢养着几个家式高手, 每年都要花费数十万两银子, 他实在是想不明白, 这其中有什么利可图的。 魏祥, 你想想看, 如果有一个商家看中了其中一个队伍的出色成绩, 然后就想要依靠这支队伍, 进行自己的商号品牌推广, 要怎么做? 怎么做? 魏如风茫然地问道。 笨, 当然是让这些武林高手穿着。 戴有商号标志的服装, 然后就是比武的擂台会场的整修。 在会场的周边打上广告, 这些都是要商家掏钱的。 甚至这商家为了让自己家乡的队伍有好成绩, 还会主动地购买单药或者修炼物品供给。 这就是归属感, 让每个州省的人对自己家乡的队伍有了感情。 魏如风突然发现, 在白晨的提案中挑毛病, 实在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 从他当上宰相开始, 谁人敢说他笨, 谁人有资格说他笨。 可是他又不得不承认, 眼前的这小子确实有着资格。 在他的面前, 自己真的就显得愚不可及。 当然了, 具体的规则还是需要进行详细的商讨。 比如说修为的上线和下线, 又比如辈分与年龄, 这些都需要进行一个划分。 什么叫做全明星? 明星既是指天上的星辰般闪耀明亮, 让每个参与者都成为万众瞩目的焦点, 让他们的名气不只是局限于江湖, 更是被世人所熟知。 白晨又看了眼众人, 你们知道吗? 当这些人的名字被百姓广为认之后, 他们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宝藏。 过两日, 等天下第一舞蹈大会结束, 我就会着手准备全明星舞蹈大会的事宜。 天下第一舞蹈大会周期三至四年举办一次, 让人觉得弥足珍贵, 每次的举办也能引起轰动效应。 而全明星舞蹈大会则分为季前赛和季后赛。 第606章例子当头, 这几日白晨一直在忙活着舞蹈会馆的事情, 四项赛事轮番上阵。 后天境界的是赛事白晨起了个名字叫做少杰杯, 还有先天境界的称之为英杰杯, 三花聚顶境界的责备英雄杯。 至于最受人瞩目的当属各大门派掌门的巅峰对决, 获胜者不但可以获得豪雄杯, 还能获得一个天下第一掌门的头衔。 当然了, 这个天下第一掌门是要四年轮换一次。 不管那些掌门是不是真的淡薄名利, 他们都不可能真正地做到, 可以无视这个朝廷颁发的最高荣誉。 不论任何时候, 朝廷都代表着权威, 这不只是个人, 还是整个门派的荣誉。 整个京城里里外外, 都在讨论着每一场精彩分成的比赛。 当然了, 白晨能够控制第一场开幕战, 却不能控制后面的赛程。 而在白晨刻意营造的气氛中, 京城里的百姓开始有选择地支持那些成绩好的选手。 同时为了迎合各个不同需求的口味, 白晨也开创了许多另类的娱乐赛事。 比如说一些邀请对决, 又或者是野外求生对决。 甚至白晨还开设了静彩, 而这个静彩则是有上限的, 每个人只能去当地的衙门去投注。 当然了, 有静彩就有黑赌方开盘, 不过这个白晨就管不了。 不过这几日京城里的大大小小的商人, 全都围着这位小王爷转悠。 这位皇帝面前的红人, 已经表现出了他出众的能力。 就因为投资了几个店面, 如今那些店面的价值已然翻倍, 不少人都因此资产翻倍。 更有不少商人因为错过了商机懊恼不已。 如今看着还剩下一条街, 还未开盘之际, 每个人都恨不得削尖了脑袋, 钻到白晨周围。 小王爷, 您这是要去哪里呢? 要是有空, 来我这茶馆里小些片刻吧。 即便是走在路上, 白晨也能受到各种各样的邀请。 这些人都带着无比热情洋溢的笑容, 甚至是祈求的目光, 哪怕是白晨去他店里做小办客都好。 那些没赶上好时机的商人如此, 那些尝到甜头的商人更是如此。 白晨现在可没功夫去茶馆喝茶。 虽说他只是暂时地待在京城, 可是就因为只是暂时的。 所以他要把所有的事情处理好, 至少也要帮老皇帝先把重要的事情解决了。 老皇帝的身体不怎么好, 毕竟年纪大了, 不能再像以前那样没日没夜的操劳。 自己自然要帮他排忧解难。 不了, 小王这赶着去商会, 白晨笑着摇了摇头。 虽然白晨作为京城一霸, 在京城达官显贵的眼中, 是个不折不扣的小摩头。 可是在商界的风评却是相当之好, 不少人都把他当作财神爷。 那您忙您的, 回头小人再请您喝茶, 那掌柜的也是明白事理的人, 没继续纠缠白晨。 每个地方都有大大小小的商会, 京城也不例外。 而且在京城里的商会, 可是聚集了这天下最有钱的一群人。 白晨进入商盟中, 便看到商会的会长谢虎, 正与一个江湖中人商议着事宜。 白晨倒也没打扰两人, 而是坐到角落, 下人很快便为白晨侦查倒水。 那个江湖中人只是稍稍看了眼白晨, 便继续投入到与谢虎的商议中。 显然是没把白晨放在心上, 以为只是个不懂事的少爷。 谢会长, 这个忙您可一定要帮啊。 在下知道您的门路广, 而且我们愿意拿出三成力。 只要您愿意帮这个小忙, 以后再添播成。 我们也能多行许多方便给您。 白晨漫不经心地听两人的商议, 心中暗道, 什么买卖能有三成以上的利润。 而且看谢虎为难的表情, 显得很不愿意接这活。 谢虎的脸色非常的为难, 而且眼角还时不时地看向白晨。 显得非常的忌惮, 这个江湖中人, 似乎也看出谢虎非常在意这个在场的小孩。 白晨冷笑一声, 已经明白了前后。 这暴力买卖很显然是违法的勾当, 而谢虎显然是已经动心了。 可是因为自己是朝廷中人, 所以谢虎不敢答应下来。 冷掌门, 这事小人实在不敢接受。 您还是另寻他人吧。 谢虎无奈地说道, 如若无事便请回吧。 在下还有钥匙在身。 如果是以前, 面对这种暴力, 谢虎当然不会拒绝。 可是如今不同, 在五道会馆周围的投资, 他已经收获颇丰。 而且他已经与白晨签了后期的几个项目的合作。 从前景来看, 这违法乱计的买卖, 还没他与白晨的合作赚得一半。 所以他更没必要冒险做这种买卖, 特别还是白晨的面前做这买卖。 谢会长, 您可要考虑清楚, 此人的脸色微微一沉, 这世上并非所有人都能拒绝我们铸铁门的好意。 除非你或者你的人, 这辈子都不会踏入天波城。 白晨突然转过头, 惊奇地看着这人, 他是铸铁门的人。 我谢某也不是人人柔捏的烂泥。 棱掌门若是觉得谢某好欺负, 大可是一事, 谢虎也是底气十足。 不要以为一个商人与一个顶尖大派就真的没有一争之力。 虽然商人在武力上永远都不可能与一个武林门派相提并论, 可是一旦商人发动自己的所有关系, 一样能让如铸铁门这样的门派难受。 这就是金钱的力量, 谢虎未必真能拿铸铁门如何, 可是一样能让他们元气大伤。 冷傲的目光冷力狠狠地盯着谢虎, 随后又将目光转向白晨。 很显然, 冷傲已经把白晨当作谢虎的某个后辈。 那谢会长就要小心身边的人, 最好不要走太多夜路。 这就不劳冷掌门操心了, 京城的治安谢某还是非常放心的。 冷傲冷哼一声, 气匆匆地离去。 白晨轻轻地笑了笑, 谢虎一看向白晨, 脸上的表情立刻变成了讨妹。 谢会长, 小王有礼了。 小王爷太客气了, 应该是小人给您请安才对。 在下最近弄了一个便民的东西。 想要推广出去, 所以想借谢会长的所有客栈。 店铺进行分发。 不知道谢会长愿不愿意帮小王这个小忙。 您说笑了不是, 这种小事, 何须您亲自跑一趟, 进货价多少, 小人先进一些货来。 没有进货价, 全部都是免费的。 白晨咧嘴笑起来。 同时拿出一份样板报纸, 递给谢虎, 这是报纸。 汉唐日报, 每天都会有专门的人, 将这些报纸送到谢会长的店面中。 谢会长只要分发给那些顾客即可。 谢虎很快就留意到报纸上的一个小新闻, 是关于他的一家客栈。 说是一个客人在客栈里丢了钱包。 然后那里的小丝识惊不昧的新闻。 虽然这看起来只是一个小新闻, 可是却是给他的商号带来极其正面的评价。 谢虎眼前一亮, 他看到的不只是这个新闻给自己的商号带来的好处, 也看到了这个报纸的巨大利益。 谢虎顿时咧开嘴, 满脸堆笑地看着白尘, 小人最近手上的闲钱太多了。 上次那栋大楼没买到, 现在真是有钱没地方花啊。 呵呵, 谢会长, 您的两成股早就给您准备好了。 只是两成吗? 谢虎显然还有些不甘心, 对他来说, 两成实在是太少了, 根本就无法满足他的胃口。 谢会长, 你知不知道, 即便是小王也只占了三成股? 哦, 这么说还有更大的股东? 皇帝老爷子五成股, 您要是有胆子, 就去向他要去。 谢虎瞬间受生, 没有丝毫的不高兴, 反而变得更加的兴奋。 自己与皇帝都是股东, 这是要是传出去, 那是何等的荣幸? 对了, 商盟中的其他成员, 也要帮着推广一下, 这种软广告对商盟内的价格, 也会有优惠。 自然自然, 不用小王爷吩咐, 小人也知道怎么做。 白晨看了眼听外, 又道, 对了, 刚才那个铸铁门的棱掌门, 找你要做什么勾当? 一提及铸铁门, 谢虎的脸上顿时露出一阵冷嘲热讽, 显得非常的不屑。 对白晨也是知无不言, 冷笑地说道, 一群卖国求荣的无耻之徒。 白晨不知道谢虎的这个表情是真的不屑, 还是在自己面前假装的。 铸铁门有一批货, 想要送出关外去草原, 可是没有门路, 想要求我帮忙。 白晨恍然大悟, 难怪利润这么高, 原来是走私兵器。 汉唐对于草原不足, 一直都有经济封锁, 最大的三种货物就是兵器、 粮草以及食用盐。 相较于粮草和食用盐的略显宽松的政策, 兵器是绝对被列为禁运品。 一旦抓到, 将是以叛国最论处的, 可是又架不住兵器走私的巨大利益。 草原各部族的生存环境并不理想, 草木并不足以让他们维持全年的生计, 特别是在过冬的时候。 许多部族都会对边关的汉唐村庄进行劫掠, 甚至出现过不少次数的大举侵犯边关要塞。 草原部族是没有驻兵的能力的, 他们的兵器哪里来的? 自然就是汉唐的那些唯利仕途的商人迈过去的。 白晨眯起眼睛, 这铸铁门真是唯恐天下不乱。 就在这时候, 一个翩翩公子走了进来。 第607章给你占便宜的机会, 白晨对于大多数的帅哥都抱着很深的敌意。 只有少部分几个例外, 而眼前这人就是其中一个。 叶峰, 三婴四劫中的一员, 藏剑山庄少家主。 曾几何时, 三婴四劫几乎被誉为年轻一辈中最杰出的七个人。 他们便是天才的代名词, 可惜, 当花间小王子这个名字出现的那一刻, 所有的光芒都被笼罩。 所有人都会不自觉地 将三婴四劫与花间小王子相提并论, 然后单方面地得出一个令人悲哀的结论。 所以说, 这个时代的少年侠士是悲哀的, 因为所有人都笼罩一个巨大的阴影之下, 把所有的光芒都聚集在身上。 而他们也是幸运的, 因为他们永远都不会缺乏追逐的对象。 很大程度上, 白晨对一个人的印象取决于第一次的接触, 叶峰也不例外。 白晨记得第一次与叶峰相遇的时候, 是在苍州秀坊。 而白晨对叶峰的印象就是没有印象。 虽然叶峰出身名门, 却没有名门的那种顽固。 虽然天资出众, 却少了几分桀骜。 在白晨的眼中, 叶峰就是一潭水, 清澈见底。 并非因为叶峰的浅薄, 而是他的处之淡然的态度。 不过此刻的叶峰, 少了以前的那种玉树临风, 嘴角的胡渣虽然经过修饰, 不过依然看得出他最近过的并不如意。 谢会长, 原来是叶公子, 你怎么来我这小弟做客来了? 呵呵。 谢会长说笑了, 在下如今可是丧家犬一头, 谢会长没把在下驱逐出去, 在下已经感激不尽了。 叶峰说到这的时候, 脸上明显地露出一丝失落。 作为曾经的天之骄子, 他也曾经风光过, 不离你是在江湖上, 又或者是在藏剑山庄之内。 只是, 这一切都如同过眼云烟一般, 花间小王子的出现, 将所有人的目光吸引过去。 即便是藏剑山庄之内也是一样。 而在藏剑山庄内, 不少人都觉得, 自己没能像高飞和黄金才那样, 与花间小王子结交, 是自己的过错。 也正因如此, 叶峰开始被冷落, 甚至打发到外面, 做一些以往根本就不需要他理会的事情。 比如说生意, 以往叶峰只需要闯荡江湖, 提高自己的修为, 根本就不用操心藏剑山庄内的这些杂物。 可是如今的他, 地位一落千丈, 在藏剑山庄内根本就没地位可言。 即便是他的师父叶红还支持他, 可是在整个藏剑山庄, 已经不再信任他。 当光芒不在, 他也只能低头, 沉沦于世俗。 谢会长, 上次求您的事情, 不知道您是否, 叶峰尾球的目光看着谢虎。 谢虎也有些无奈, 叶公子, 你也看到了。 如今五道会馆周围店面的价值, 不是在下不帮你, 实在是帮不了你, 在下自己现在都在苦恼着。 哪个店面要做什么买卖, 实在是没有空余的店面转租给你。 谢虎看向白晨, 苦笑道, 这世上能帮你的, 只有这位了。 如果说这世上还有谁的手上有空余的店面, 那也只能是眼前这位小王爷了。 这小子手上的店面, 足以让任何商人抓狂。 这位小公子是, 你要店面。 正是, 小公子的手中有多余的店面。 白晨看了眼谢虎, 谢虎立刻会议, 低头道, 叶公子, 在下还有事, 就不陪你了。 谢会长, 等。 叶峰本还想叫住谢虎, 可是谢虎却是头也不回的冲出客厅。 叶峰哭笑不得, 看向白晨, 这位小公子, 不知道您是否愿意将手中的店面, 转租给在下。 叶峰来京城的这几日, 可谓是四处碰壁。 不管是谁, 只要是提及关于五道会馆店面的, 一个个都跟自己老婆一样, 只要一开口, 立马就翻脸不认人。 谢虎的态度还算是好了, 可是每次也都是岔开话题。 当然了, 最大的原因还在于, 自己手头的钱, 只够在京城租一个店面。 可是要想在五道会馆周围的商业街行租一个店面。 至少要把这个价钱再翻十倍。 叶峰出门的时候, 根本就没想到会遇到这种情况。 当时管财务的长老只说, 一定要租到一个商业街的店面。 同时还给了叶峰足够在京城繁华地带的店面的钱。 当时的叶峰也没想太多, 只觉得五道会馆所处的不过是京郊。 想要租一个店面, 十分之一的钱就足够了。 可是现实远比他想象的更残酷。 别说租商业街的店面所需要缴纳押金以及半年的租金。 就连一个月的租金他都负担不起。 他手头的钱根本就连一个月一半的租金都出不了。 即便他头上有藏剑山庄的信誉担保, 可是根本就没有人愿意把手头的肥肉吐出来。 这几日来, 他是四处奔走, 也是四处碰壁, 不少以前与藏剑山庄有买卖的商人。 如今看到他, 立刻就给他吃壁门羹。 虽然他手上还是有些银子的, 可是为了尽可能地凑足租金, 他甚至连平日生活的一点用度都不敢铺张。 每天就在茶馆里, 听着茶客梅飞色舞地说着五道会馆中的精彩赛事。 每次都听得他热血沸腾, 作为一个江湖中人, 即便不能亲身参与其中, 哪怕是看上一眼也是好的。 可是, 看着那些最便宜都要摆两银子, 如果想要一个好位置, 动辄上千两的票, 叶峰也只能望而兴叹。 店面室友, 可是我为什么要给你? 白晨不以为然地问道。 这, 这, 叶峰突然发现, 自己连一个理由都说不上来。 白晨走出客厅, 却发现叶峰还处在原地发呆, 回头看了眼叶峰, 愣着做什么, 跟上来。 啊, 叶峰呆呆地跟上白晨, 连个理由都想不好, 真没用。 白晨瞪了眼叶峰, 你不会说, 你能让少爷我开心吗? 只要少爷我开心了。 你想要什么? 少爷我会不给你吗? 叶峰有些不知所措, 白晨又问道, 你能让少爷我开心吗? 这, 能, 能吧? 给我拦一辆车。 哦, 叶峰不是笨人, 而是不适应伤人的那种言行。 很快, 他就意识到, 眼前的这个孩子, 可能是某个大商家的子嗣, 家里可能随便丢了几个铺子, 给他挥霍的。 想到这, 叶峰的心情顿时好了许多, 也就是说, 只要伺候好这个孩子, 那么他已高兴。 说不定自己的事情就解决了。 很快的, 叶峰就拦了一辆马车, 两人坐上马车, 叶峰问道, 去哪里? 商业街。 马车上, 白晨看着一直僵直着身体的叶峰, 心中不禁, 有些好笑。 这小子在面对江湖人的时候, 那么的从容淡定, 怎么面对一个小孩子, 居然如此的紧张? 要多大的店面? 啊, 呃, 要实时平的, 不, 如果小一些的也没关系, 只要有店面就好。 叶峰连忙回答道, 他现在已经彻底的明白了, 什么叫做寸土寸金? 商业街的店面, 简直就跟金子堆的没什么两样。 实时平的店面要多少钱? 简单的说, 他现在带的三万两, 就够租两天的时间。 实时平, 有些麻烦, 白晨皱了皱眉头。 小一些的也没关系。 叶峰以为白晨手上的都是小店面, 想想也是。 如果是大店面, 也不可能随便交给一个孩子处理。 而且估计都是在街角, 位置不算好的。 其实恰恰相反, 白晨手上留着的店面, 都是大店面。 做什么买卖? 全都是藏剑的制式兵器, 并非以售卖为主, 而是要推广藏剑的兵器。 那确实是需要大一些的店面, 你先去陪我看看店面, 有喜欢的你就开口。 马车到了商业街外就停了下来, 因为商业街不允许车马进入, 即便是白晨也不例外。 两人刚一下车, 就看到一个胖子张牙舞爪地扑上来。 叶峰立刻提见, 可是还没等他动手, 一个飞影掠过, 那胖子已经被踹飞。 那胖子趴在地上, 脸上一个脚印, 而他的脸上还有半边是肿的, 看来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挨踹了。 小, 小什么小, 和你说过多少次, 不要在这里烦哨主, 一个干瘦的老头指着那胖子哼道。 叶峰看了眼这干瘦老者, 顿时捏了把冷汗, 这老头是个不折不扣的高手, 却不知怎的, 居然在这里给人当下人。 贾四人已经恢复了以往的生气, 他一直觉得, 自己的伤道上的成就, 没有人可以抵擬。 可是当他真正地作为白臣的手下后, 他突然发现, 自己的那点道行, 在这个孩子面前, 实在是不值一提。 这个孩子的任何一个 看似莫名其妙的命令, 都能让他看到滚滚涌来的残缘。 如今他算是彻底的服气了, 只要是白臣的命令, 他是坚决的执行。 少主, 南街已经修建好了, 东面还未动工, 什么时候? 东面就不用建了, 留着空地。 是, 按照贾四人本来的想法, 如今的商业街如此繁华, 完全可以把五道会馆的东南西北全部覆盖上店面, 将利益最大化。 可是, 既然是白臣的命令, 那么他肯定有其他的想法。 如今的贾四人, 已经懂得不去质疑白臣的命令, 任何的命令。 我们手上还有几个店面? 一共120个店面。 叶峰已经快要昏厥了, 120个店面。 他可是听说, 现在京城里的商股, 手上店面的就是黄金门, 白鹤楼东甲和商会会长谢虎。 而且除了黄金门是最早入住商业街的, 所以店面超过百个, 其他两家的店面都不超过20个。 可是这个孩子手上居然有120家。 他的背后不会是黄金门吧? 有没有十十平的店面? 这, 贾四人为难地看着白臣。 叶峰的心头顿时沉入谷底, 可是贾四人的下一句话, 顿时让他犹如五雷轰顶。 少主, 您之前吩咐的, 这种小店面不需要留在手中, 所以小人没留意间。 算了, 带我们去找一个店面接近的吧。 叶峰的脑子有些发猛, 一路上浑浑噩噩的, 只觉得这一路上, 似乎什么人都认得这个孩子。 过了不知道多久, 三人停在一个三层折叠式的点面前。 叶峰看到过其他方向的这种店面。 这种店面分三层, 每一层都给人一种完全不同的感觉。 可以说是商业街最高级的店面之一。 三个楼层的外墙, 全部都是流离壁面, 叶峰逛过其中一家商铺, 每个人逛过的感觉, 不是奢侈, 而是高级。 就是高级, 可以说他所去过的那个店面里, 就像是一个精心雕琢的艺术品一样, 从内而外地散发着一种贵气, 而不是一些爆发户的那种金砖银瓦的华丽。 少主, 这就是您手上最小的店面了。 一共三层, 每一层都是二十二十平的。 这条街只要开放, 那就是中心地段。 白晨看了眼处于呆滞中的叶峰, 怎么样? 这个店面还满意吗? 这, 这个店面一个月的租金是多少? 叶峰憋红了脸, 半天才憋出这么一句话。 这段时间他一直求着人想要弄到一个店面, 可是, 如今店面就摆在他的眼前, 他却不敢接受。 因为这个店面是顶级店面, 不管是店面的大小还是地段, 又或者是内部的结构与采光, 都是最顶级的, 上次有几个商人来看过店面。 开价是150万两月租, 不过我没同意, 贾四人淡然说道。 叶峰只觉得嘴唇干涩, 舌头发苦, 半天说不出一句话。 去把电器拿来。 贾四人没任何犹豫, 从怀中掏出一叠气纹, 从中找出了这个店铺的气纹, 交到白晨的手中。 只要你让我高兴了, 这店铺就送你了, 你是自己开店, 又或者是转租转卖, 都随便你。 白晨挥了挥手中的气纹, 叶峰张大嘴巴, 眼睛都直了, 喃喃道, 真, 真的? 当然是真的, 少爷我不缺这一两个铺子, 白晨随口道。 叶峰便像是捡到大便宜一般, 立刻斩钉截铁地说道, 好, 你要我做什么? 贾四人面无表情地站在一旁, 心中却是在冷笑。 便宜, 这小子的便宜是那么好占的。 不是我要你做什么, 是你要做什么让我高兴。 第608章来头不小, 你知道怎么让一个孩子开心吗? 叶峰木讷地摇摇头, 很显然, 叶峰是真的不适合做买卖。 他是所有财情, 所有天赋都表现在他的武功上。 一旦他面对的对象换成了一个孩子, 或者其他的什么人, 他所有的知识顿时变得无比的贫瘠, 就连应变的能力都没有。 我饿了。 哦, 哦你个头, 你还要不要店面了? 白晨破口大骂, 你这时候要去给我找吃的。 啊, 我明白了, 叶峰一副恍然大悟的表情, 南街有一家面馆, 再下去过多次, 若是小公子不嫌弃。 走吧。 在贾四人的眼中, 这人很快就要被调教成干做牛马的人。 不得不说, 叶峰推荐的面馆, 确实有着独到的风味, 价钱中等偏上, 可是这手艺确实没话说。 小少爷可满意。 白晨瞥了眼叶峰, 你不会这么天真的以为, 就一碗面就能打发了我吧? 不会不会。 这么着吧, 你听我拆迁五天的时间, 五天之后, 这张电器就归你了。 好好, 五天的时间不多, 这段时间来, 叶峰也已经懂得了做一个买卖人, 有的时候就是应该低下头。 他已经不再是那个大少爷了, 他没有太多的资本与人争辩, 更没资本与人斗气。 更何况这买卖怎么看都不算亏本, 此刻的他依然天真的以为, 只是几天陪吃陪玩罢了。 两人出了面馆, 明显地感觉到街头的人流增大。 叶峰看了眼五道会馆的方向, 看来又有赛事了, 今天好像是四分之一赛。 自从白晨举办了天下第一舞蹈大会后, 越来越多地球上惯用的赛事名次被汉唐的人所熟识认知。 特别是叶峰这种对舞蹈大会特别关注的人, 虽然从未看过现场比武, 可是依然对每一场赛事都如数家珍。 去看比赛, 白晨立刻说道。 叶峰在短暂的犹豫后, 立刻说道。 在下这便去买票。 只是, 经过几刻钟的排队后, 终于轮到他了。 来两张票。 售票口的店员看都没看叶峰一眼, 直接在窗口处挂上一个招牌, 售庆。 卖, 买完了? 叶峰整个人都要失控了。 抓着窗口的栏杆, 高级的票也没有了吗? 两张没有, 一张也好啊。 没有就是没有。 我还能给你便出来不成。 那店员白了叶峰一眼, 自己去其他买到票的人那里问问。 肯不肯转让给你? 给我两张票。 就在这时候, 叶峰的背后传来白晨的声音, 那店员一看到白晨, 立刻换上了一副嘴脸。 少主, 早就已经给您准备好了, 您拿好。 叶峰愕然回过头, 看向白晨, 这小子是什么来头? 为什么号称整个京城 最最铁面无私的 舞蹈会售票员, 在看到这个小孩后, 会露出这样的表情? 发什么愣, 拿着票, 走了, 白晨掉头便走。 叶峰拿过这两张票, 上面写着特工字样, 心中疑惑。 他也见过其他人的票, 一般按照座位的好坏, 上面写着下中赏和高级四种票。 可是这特工票是什么, 听也没听说过。 到了入场口, 看到上千人排成的三条人龙, 叶峰不禁额头直冒汗。 这要是轮到他们, 恐怕比赛都开始了吧。 叶峰抬头一看, 发现白晨居然直接绕过人群。 小公子, 不要插队, 不然。 叶峰的话没说完, 就看到白晨直接从旁边的特殊通道进入。 而站在门口的两个守卫看都没多看白晨一眼。 叶峰一直都知道 有这么一个特殊通道。 可是他从未见过, 有谁从这里进去过? 要知道, 这小子手上连票都没有, 那两个守卫是睁眼瞎吗? 叶峰战战兢兢地跟在白晨的后面, 可是那两个守卫立刻将他拦下。 叶峰连忙出示手中的票, 那守卫打量了一番叶峰, 哪里来的? 售票员给的。 让他进来, 通道内传来白晨的声音。 那两个守卫的态度这才有所转变, 不过语气依然强硬, 进去吧, 跟紧少主的脚步, 不要磨磨蹭蹭的。 叶峰突然发现, 其实压根就不需要他手中的票。 只要有这小子出面, 在这五道会馆里里外外, 都是一样的畅通无阻。 叶峰不敢耽搁, 连忙跟上白晨的脚步。 这通道显然不是通向会场内部的观众席的, 事实上他也是第一次进入到会场内部。 突然, 在一个岔路口, 叶峰看到这岔路口站着一堆公里的侍卫。 白晨原本是想向那个侍卫站岗的通道走的, 可是一看到那些侍卫, 立刻掉头, 我们的座位在那边。 站住, 叶峰突然听到背后传来一个尖锐的声音。 躲什么躲, 老王正站在通道的尽头。 老王, 您在这里啊, 我这和朋友来玩的, 不方便打扰您。 您忙您的, 白晨尴尬地转过头, 笑呵呵地看着老王。 怎么, 你这朋友是江阳大道不成? 有什么不方便的, 老王轻哼一声, 还不进来? 不然让陛下知道你就在隔壁也不过去给他问安。 肯定又要念叨几天了。 老王您还真说对了, 我这朋友真的是江阳大道, 江湖名号血手无情, 不喜欢别人见到他的真面目。 哼, 区区一个先天中期的小子。 再大的名气有什么用? 近来, 老王哪能看不出叶峰的修为? 更猜得出白晨的心思。 叶峰满脸的惊讶, 那边房间里的是皇帝。 而且听他们对话的语气, 似乎这孩子与皇帝非常熟悉。 难道他是皇子? 叶峰心中胡思乱想着, 通道内的皇帝近身侍卫对白晨已经非常熟悉了, 所以也没有任何的反应。 推开房门, 叶峰第一次看到的不是房间里的人, 而是内部的装饰。 还有一个巨大的玻璃窗口, 可以一览整个会场内部的景象。 而且在房间的旁边还摆着一个玻璃壁, 玻璃壁上正跳动着会场中心的画面。 叶峰已经被这个房间的布置震惊得合不拢嘴。 一个老者正坐在沙发上, 没有回头。 似乎是非常享受着房间内的布置。 白晨则是直接坐到那老者身边的沙发上, 拿起桌上的葡萄丢进嘴里。 老王则是坐到旁边的位置上, 看了眼叶峰。 坐过来, 不要站在那碍眼。 老皇帝漫不经心地转过头。 看了眼白晨, 石头, 听王常说。 你刚才知道, 知道正在这边。 故意绕开准备去其他包厢, 是不是真的? 没, 我刚才那集, 想着去。 这包厢里又不是没洗手间, 为什么要去公共的洗手间? 老皇帝质问道。 其实是我这朋友怕生, 更何况皇帝爷爷你在这里。 他一看到生人, 脚就抖, 看到皇帝, 那直接就能把他吓死。 朕看他怎么好端端的, 没见他有多诚惶诚恐, 而且连行礼都不行礼, 和你的胆子一样大。 叶峰突然想起来, 见到皇帝是要行叩拜大礼的, 整个人都谈起来, 刚要行礼, 就接触到白晨的目光。 坐下, 少在那丢人现眼。 皇帝爷爷, 您把他吓到了。 哈哈, 胆子还真不是一般的小, 朕就是和这小子开个玩笑, 瞧把他吓得, 老皇帝哈哈大笑起来。 叶峰此刻站也不是, 坐也不是, 尴尬地站在原地不知所措。 坐下坐下, 既然是石头的朋友, 那就是朕的晚辈, 不要拘礼, 老皇帝和矮地摆了摆手道。 叶峰抱拳行那个礼, 善善地坐回座位上。 叶峰已经不知所措, 他没想到这个看起来 普普通通的小孩, 居然大有来头。 特别是白晨与他的条件, 如果被皇帝知道, 一定会认为自己在骗小孩子。 你们怎么认识的, 老皇帝看着擂台上的 两个高手对决, 不过还是趁着咸鱼空荡问道。 哦, 藏剑山庄想在商业街开一个店, 我就送了个店面给他。 白晨漫不经心地回答道, 叶峰心头咯噔以下, 心中暗叫不妙, 立刻在脑子里不断地思考着, 应该如何与皇帝解释。 哦, 藏剑山庄啊, 既然是你认识的, 那回头我让魏如丰放宽一些, 对他们的县令。 叶峰瞪大眼睛, 满脸的不敢置信。 他预想中的雷霆震怒没有发生, 反而像是理所当然一样。 这位皇帝对这个孩子未免也太信任了吧。 不, 这根本就已经是纵容的地步了。 朝廷一直以来, 对于江湖中人都有所限制, 特别是很多大型的门派。 其中又以藏剑山庄和铸铁门最甚, 因为这两个江湖门派都是以驻兵为主。 一般来说, 朝廷是不允许私人驻兵的。 可是这两个门派又非常的特别, 因为这两个驻兵门派, 可以拥有着全天下最高明的驻兵造诣。 汉唐多年与草原各部族的纷争, 每每都能获得优势, 很大程度上, 是因为他们拥有着最好的兵器。 而这些最好的兵器, 就是源自这两个门派。 所以朝廷一面压制两个门派, 一面又在与之合作, 显得非常的矛盾。 比如说开设兵器店, 税付比起正常的买卖要高出数倍之多, 而且还有七七八八的杂税, 还有许许多多的规矩需要遵守。 叶峰都没想到, 仅仅是因为他与这个孩子看起来是朋友的关系, 就让老皇帝放话, 要给他特殊关照。 第609章乌龙 从进入武道会馆到结束, 叶峰的心思都不在擂台上。 不得不说, 擂台上的两个高手对决, 确实非常的精彩。 可是叶峰满脑子都关于身边的两个身份尊贵无比的老少, 出了武道会馆后, 叶峰对白晨的态度更加的热情。 叶峰一直不觉得自己是个屈原覆势的人, 可是现实与理想总是遥远的。 每个人都会变, 叶峰也是一样, 以前的他可以随性而为, 是因为他不需要那些东西。 可是如今的他, 想要证明自己, 就必须做好每一件上面交给他的任务。 哪怕这些任务会改变他的初衷, 特别是在进京之后, 他已经明白了, 什么叫做人在屋檐下, 不得不低头。 哟, 这不是我们藏剑的少当家吗? 一个不是时宜的声音 在白晨和叶峰的耳盼响起。 白晨转过头, 发现一个身穿藏剑山装服饰的男子站在那。 修为不高, 也只是比叶峰高出一线而已。 可是眼神里却带着一种桀骜与得意。 你是来看我的比赛的吗? 你还真有闲情一致啊? 不知道三长老交代的事物都处理得如何了。 我听说你最近在京城里四处碰壁。 可否需要师弟我帮你说道说道? 毕竟我如今可是英杰杯前四的选手。 前两天还有几个大商人请我做他们的什么代言人? 要是师兄你实在无路可走, 来我这求我一生。 做师弟的也不会不帮你这个忙。 白晨看了眼这个叶峰的师弟, 瞥了眼脸色略显难看的叶峰, 走吧。 等等, 我的话还没说完, 急着走做什么? 此人已经拦到了白晨和叶峰的面前, 这时候又是几个藏剑山庄的人走了过来。 叶峰, 你在这里做什么? 其中一个老者一看到叶峰。 脸色便露出厌恶之色, 老夫为你重任。 便是因为老夫相信你, 可是这么多天了, 你看看你。 连这点小事都办不好, 如今门内的兵器已经送到京城了。 你还是没能将店面给老夫找好。 亏你当初在江湖上还小有名气, 没想到也只是蒙音山庄的声威。 你怎么就不能学学你的诸位师弟, 你看看江城师弟。 他比你晚习武, 年龄也比你小, 可是如今他已经打入英杰前四了。 这老者看了眼江城, 露出更加满意的眼神, 转向叶峰的时候, 立刻又露出厌恶之色。 老夫当初真不该听庄主的话, 将这么重要的事情交给你。 若是让你将师弟出马, 早就已经拿下店面了。 何愁如今看着兵器堆积在潮湿的仓库中。 老者其实是故意提前把货物送到京城, 他可不是叶峰这个雏鸟, 他可是早就打听过商业街的行情。 同时他也是故意找一个环境不好的仓库堆积兵器, 就是打算将责任全部归咎在叶峰的头上。 他就是要看看自己的庄主到时候, 还要如何袒护叶峰。 你们藏见山庄的人是不是脑子都进水了? 白晨终于开口了, 京城里那么多仓库租借。 为什么要找个潮湿的仓库? 黄口小儿, 你知道什么? 老者意见自己的心思被当众揭穿。 立刻恼羞成怒地叫骂道, 仓库是那么好找的吗? 而且你以为好仓库就不用钱吗? 笑话, 京城里那么多储粮的米仓。 现在又已经过了秋收, 大把的仓库租平, 再说了潮湿的仓库和干燥的仓库 本身储备的东西就不一样。 价格也是相差无几。 你要不是脑子进水了? 那就是别有用心, 故意找个潮湿的仓库放兵器。 再说了, 开设兵器装备铺。 没有朝廷的令文, 就算找到了店面你也开不了。 你手上有令文吗? 没令文就把兵器送进京。 就不怕朝廷已图谋不轨治你的罪。 叶峰大致也听出了一点问题, 以卓长老的精明, 不可能同时犯下这么多的错误。 特别是听到白晨说的那句, 要么别有用心, 要么脑子进水, 更是让他明白了。 卓长老这分明就是故意让自己背这个黑锅, 想到这叶峰的心头更是愤怒。 自己都已经如此静地, 卓长老还是不肯放过自己。 老者被白晨说的脸上一阵红白, 却又说不出半句反驳的话。 老者眼中寒光一闪而过, 身边的几个弟子立刻会议。 小子, 你敢辱骂我藏见山庄长老, 找死。 江城已经迫不及待地 向宠信他的卓长老表忠心了, 突然抽出配件朝着白晨次来。 叶峰脸色惊变, 联盟初见挑开江城的兵器, 惊呼道, 江城, 你疯了, 你知不知道你在做什么? 你想包庇外人, 江城冷笑道。 叶峰越是袒护这个小孩, 就越是将卓长老得罪死。 你可知道他是什么人。 敢得罪藏见山庄, 便是皇亲国妻, 今天我也要将他斩于剑下。 江城冷笑道。 好大的口气, 一个尖锐的声音传来。 来者不是别人, 正是还未走远的老王。 他本来是来和白晨打个招呼, 准备回宫的。 却没想到, 他刚到这就听到这句话。 哪里来的不开眼的老狗, 没看到藏见山庄在这办事, 江城贴了眼老王, 显然是没把老王放在眼里。 只是, 卓长老不一样, 他是何等的眼界。 第一眼便看出老王不是一般人, 而且声音非常像是内宫的内室。 江城退下, 卓长老轻贺一声, 然后换上一副嘴脸向老王抱拳道, 这位公公贵姓。 小徒有眼无珠冒犯了您, 还请见谅。 老王的脸色却是非常的不好看, 多少年了, 从来没有谁敢如此当面辱骂他的。 不管是谁, 对他都是客客气气的, 如今居然被一个无名小辈当众辱骂。 咱家的脸面倒是无关紧要。 毕竟咱家在皇上的跟前, 就是一头老狗, 可是令徒敢羞辱皇亲贵胄。 真当天威可以随意冒犯吗? 小徒年少无知, 口无遮拦, 在下回去后一定重责于他。 老王脸色阴森可步, 赶直见袭沙王爷。 咱家倒是要问问, 是谁给他的胆子, 是你这当师父的? 还是你们藏见山庄? 什么? 他是王爷? 哪怕藏见山庄的名气再如何鼎盛, 可是民不与官斗的道理, 亘古不变。 藏见山庄再怎么样, 也只是一个江湖门派, 可是朝廷却是一个包揽天下的庞然大物。 没有谁会天真的以为, 自己的门派已经足够强大, 强大到可以无视国家机器。 不管是卓长老还是江城, 又或者是那些藏见山庄的弟子, 已经吓得面无血色。 纵徒行凶, 咱家倒是要问问你们藏见山庄是何用意? 老夫不知道他是王爷, 卓长老此刻也慌了, 如果早知道王爷, 打死他也不会去招惹这小子。 不知道, 好个不知道, 便是平民百姓, 难不成便随你藏见山庄土路? 老王冷笑一声, 立声叫道, 你们几个藏在人群里看得过瘾是吧, 还不出来做你们该做的事情。 老王一声令下, 立刻便从人群中钻出几十个身穿普通衣服, 可是动作干练麻利的武夫。 只要明眼人都看得出, 这些人的身手都出自关门。 虽然这些人的武功修为平常, 可是卓长老和一众藏见弟子却不敢有半点反抗。 全都老老实实地被这些人把兵器架到脖子上。 叶峰呆呆地站在原地, 也不知道如何是好。 过了半想, 叶峰才吞吞吐吐地说道, 小王爷, 在下恳请您放我藏剑山庄的这些人一马。 其他人可以放, 可是那个江城不能放, 敢对本王动刀动剑, 那便是杀头的罪。 白晨阴策策地说道, 江城听到白晨的话, 顿时吓得亡魂接冒, 大喊着, 师兄救我, 我不是有意的, 我没想要刺杀王爷。 证据确凿, 还愣着做什么, 关进天牢去, 躺也不用过审了, 明天正午, 五阳门外行五马分尸之行。 师父, 师父救我。 灭徒, 老夫早知你心术不正, 却不曾想你如此胆大包天, 胆敢行刺王爷, 休得再连累老夫与师兄弟了。 卓长老此刻恨不得直接杀了江城, 省得他叫得心烦。 心中更是暗马这城市不足, 败事有余的废物, 资质不如叶峰, 如今机会来了, 依然自毁前程。 以前在卓长老的眼中, 这徒弟什么都好, 可是如今却变成了什么都不好, 只觉得江城在自己的眼前, 简直就有辱他的身份。 小王爷, 请您放过我那师弟一次吧, 他只是一时糊涂, 不是有心的。 叶峰祈求地说道。 那怎么行, 他下次若是再刺杀本王, 你负责吗? 如果他再有下次, 在下愿意全权负责。 王爷若是有什么不测, 你担待得起吗? 老王立刻立声横道, 王爷的一根寒毛都比你值钱。 不要以为刚才陛下圣恩, 与你同坐观看比赛, 你便自持甚高。 白晨则是看着叶峰, 如果本王放过他, 本王能得到什么好处? 这, 叶峰为难地看着白晨, 他实在不知道自己有什么东西, 值得白晨惦记的。 对方要钱有钱, 要权有权, 要武林高手, 麾下更是有不少高手。 就在叶峰为难之时, 白晨微微笑起来, 老王放了他。 就这么放了他, 老王眯起眼睛问道, 白晨点点头, 取消他的舞蹈大会参赛资格和名次。 至于藏剑山庄的参赛资格吗? 如果他们没给我一个满意的答复, 那么少结杯, 英雄杯以及豪雄杯的参赛资格, 全部剥夺了。 卓长老整个人都像是舞雷轰顶一般, 脑子里一片空白, 呆呆地站在原地不知所措。 要知道这次藏剑山庄的庄主叶苍天 也参加了豪雄杯。 而且已经进入决赛, 他的对手则是丐帮帮主高天。 两人的修为都在伯仲之间, 叶苍天可是很有机会夺得豪雄杯总冠军。 获得第一届天下第一掌门的头衔。 这可不只是叶苍天一个人的荣誉, 而是整个藏剑山庄的荣誉。 如果因为他的原因, 致使叶苍天失去了参赛资格, 那么自己将成为藏剑山庄的千古罪人。 第610章 福西或西 师父,我们现在怎么办? 江城哭丧着脸, 可是迎面而来的是暴怒的卓长老。 卓长老一巴掌甩在江城的脸上, 老夫不是你师父, 如今你犯下如此弥天大罪。 就自己去与掌门以及诸位长老解释吧。 很显然, 卓长老依然习惯性地把所有的错归咎在江城的头上。 他可不会去帮江城承担任何的罪过, 虽然他知道, 即便把江城当作替罪羊, 可是这不代表他就能撇清所有的关系。 这几日夜苍天的心情非常不错, 前段时间被卓东生那老杂毛压制得不快, 也都荡然无存。 从他参加武道大会开始, 事实上最初的时候, 他只是象征性地给了朝廷面子, 参加这个武道大会的。 可是随着他的参与其中, 他发现不管是现场的气氛, 还是武道大会所带来的影响力, 都是前所未有的。 就在他第一次擂台之前, 就有一个相熟的巨商前来与他沟通, 希望在他的衣袖上秀赏他们商号的标志。 而且开价就是十万两。 当时的夜苍天还很大方地拒绝了十万两, 说什么他们的交情不需要这些金银铜钞。 可是在赛后, 他就后悔了。 因为另外一个商人也找上门来, 在得知夜苍天与之前的商人并未签订气文后, 愿意支付一百万两买断他后面所传的比赛服装的商标权。 不过当时夜苍天还本着诚信的原则, 并未答应下来, 可是随着每一场比赛以胜利结束。 让他的名气越来越大。 而各式各样的商人开始与他接触价钱也是不断地创新高。 终于, 在他赢得昨天的半决赛之后, 他的那位好友商人再次找来。 这次可是带足了真金白银。 三千万两银子买断决赛服装的商标权, 同时还签订了气文。 这次夜苍天没有拒绝, 不管是谁都不可能拒绝得了三千万两, 即便他是藏剑山庄的庄主。 而通过这几日观察和打听, 他也渐渐地明白了自己的价值。 特别是最后的总决赛, 可以说他与他的那个朋友, 完全是双赢的。 那位商人还承诺, 如果他赢了, 将还有一笔更丰厚的奖励。 当然了, 这还是经济利益上的收益, 而在名气以及人气上, 更是让野苍天受益匪浅。 要知道这次的五道大会的规模, 可谓是空前绝后。 几乎所有知名的门派都参与了, 这也就证明, 这个五道大会是得到江湖人士的认可的。 而在人气上的收获, 那就更直接了。 因为野苍天本身的形象就非常的健康。 虽然年过五旬, 却依旧保持着一种成熟男人的韵味。 藏剑山庄的招式也偏向于华丽, 有着非常高的观赏性。 所以叶苍天每次出场, 都会引得现场许多观众的欢呼与尖叫。 这也给了叶苍天极大的满足感, 就连他住的那个客栈。 就因为他的名字, 结果直接免掉了房钱。 每天都是好吃好喝的供着, 还有那掌柜的儿子。 每次看向自己的时候, 都带着那种崇拜的目光。 藏剑山庄也陆陆续续地传来消息, 最近有不少人想要败入藏剑山庄内。 虽然藏剑山庄还未到收徒的时间, 可是依然挡不住那些人的热情, 比起藏剑山庄发布收徒的时候还要热闹。 这完全受益于这次的舞蹈大会。 所以如今的叶苍天已经改变了初衷。 完全正是舞蹈大会的比赛。 正是自己的每一个对手。 特别是他最后的对手, 丐帮帮主高天。 高天的人气同样不低, 高天所走的路线与叶苍天完全不同。 豪放、粗狂、洒脱、布居小节。 如今在京城的各大酒楼茶馆, 所有的说书人说的不外乎两个人, 一个是自己, 一个则是高天。 不过叶苍天相信用不了多久, 整个京城, 不, 应该是整个天下所讨论的人, 只有一个, 那就是他叶苍天。 叶苍天收拾起心情, 开始沉浸入定之中。 到了他这种层面的高手, 已经可以很好地掌控自己的身心, 让自己很快地入定运功。 不过就在这时候, 一个声音打断了叶苍天的修炼。 庄主, 不好了, 庄主。 叶苍天睁开眼睛, 不快地看向门外, 如果不是因为那个叫喊的人是本门的长老, 他就要出言训斥了。 诗书, 什么是慌慌张张的? 叶苍天看着鲁莽的推门进来的人, 自己的诗书聂波兰。 聂波兰的脸色非常的难看, 伸手交给叶苍天一张纸。 叶苍天接过纸, 脸色瞬间惊变。 怎么回事? 不知道, 刚才举办方突然发过来的。 没有任何的解释。 就说我们藏见山庄纵图行凶, 妄图刺杀王爷。 然后把这通知单交过来, 人就走了。 什么纵图行凶, 这都莫须有的事情, 怎么可能? 老夫也觉得不可能。 可是举办方就是这么说的, 我们能有什么办法? 现在首要的事情是先找出原因。 主办方不可能无缘无故取消我们藏见山庄所有人参赛的资格和剥夺名次。 要知道今天早上的时候, 主办方的那位主管还和我有说有笑, 说是后面还要加强与我们藏见山庄的合作。 我们在京城里的弟子有多少人, 全部给我召集过来, 我要知道发生什么事。 叶苍天此刻的心情到底有多坏, 看他的脸色便知道了。 这已经不只是个人名誉的问题, 要知道他现在的名气, 已经将他推到了一个非常高的高度。 可是这个消息一旦传出去, 那么他就会瞬间从高处摔下来, 摔得粉身碎骨。 正当叶苍天和聂波兰走出院子的时候, 就看到卓长老带着几个低头, 脸色苍白地走了进来, 后面还跟着惊慌失措的江城。 一看到卓长老和众弟子的表情, 叶苍天的心头咯噔一下, 暗叫一声不好。 原本他还在想这其中有什么猫腻, 想要内定名次, 所以玩的这首。 如果是这样的话, 他反而不怕, 大不了一拍两散。 可是如今看到卓长老的表情, 他的心头立刻升起不好的预感。 卓长老一看到叶苍天, 立刻大叫道, 庄主, 江城遮孽图胆大包天, 居然行侧王爷。 犯下弥天大罪, 请庄主明见。 叶苍天的身体一阵摇摆, 差点就要站立不稳。 庄主饶命, 庄主饶命, 江城连忙跪下, 弟子也不知道那孩子是个王爷。 叶苍天的脸色更加苍白, 孩子, 你居然像一个孩子出手。 他现在算是明白了, 为什么主办方会下这种通知。 对方是个王爷, 而且还是一个孩子, 江城居然像这样一个身份的人出手, 可想而知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会是多大。 叶苍天几乎是用吼地朝着江城咆哮道,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给我一字不落地说出来。 江城却是跪在地上瑟瑟发抖, 嘴皮子蠕动着, 半天也说不出一个字。 卓长老, 你来说, 叶苍天以前一直都对卓长老非常客气。 毕竟卓长老是他的师伯, 算是他的长辈, 虽然卓长老的态度一直咄咄逼人。 可是叶苍天却没太当回事。 可是这次叶苍天的态度, 已经完全凌驾于卓长老之上, 目光凌厉无比, 就像是在兴师问罪。 名声这种东西再没有的时候, 可以带着无所谓的态度。 可是一旦有了, 那就不是任何人都可以抛弃的, 叶苍天也是如此。 他对自己的名声非常的珍惜, 自己的名声可都是自己一拳一脚打拼出来的。 卓长老自然不愿意说, 毕竟不管从什么方面说, 自己都站不住里。 如果对方是个无名小卒, 卓长老肯定会随便胡编扭曲事实真相。 可是对方不是, 对方是王爷, 是皇亲国妻, 那就不是他敢随便捏造扭曲事实真相的了。 莫如, 你说, 莫如是这次参加少杰杯的弟子, 成绩并不算出色, 只进了十六强, 不过因为其清秀稚气的模样, 倒是吸引了不低的人气。 莫如此刻的脸色也是一阵苍白, 特别是在叶苍天的怒视之下, 更是诚惶诚恐, 连忙将前因后果说了一遍。 叶苍天几乎有一种杀人的冲动, 这卓长老简直就是自毁堤坝。 他没把事情做干净, 想要排挤打压自己的弟子, 结果被人当众戳穿, 结果纵容弟子行凶。 而对象居然只是一个五岁的孩子, 这种事情放在任何人身上, 都是一个污点。 庄主, 现在不是问罪的时候, 聂波兰说道, 现在不问罪, 难道等他们把藏剑山庄的名誉 都败坏的时候再问罪吗? 叶苍天愤怒地吼道。 庄主, 刚才莫如说, 风儿与那小王爷相熟, 而且正是风儿求情。 着师兄和江城之孽徒才免遭行责, 或许事情还有转机也不一定。 叶苍天的脸色微微一鸣, 不由地沉思起来。 正如聂波兰所言, 现在当务之急的确是应该思考如何补救。 如果这个消息传出去, 不但自己的名声毁了, 藏剑山庄的名声也毁了。 卓长老和江城的作为不亚于邪魔外道。 如果再被有心人传播出去, 那么藏剑山庄怕是再无翻身力。